可以開始了 我們今天我要講的主要是目前的電子病例交換實物案例的分享 但是其實我比較偏向是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用FIRE 然後FIRE到底為什麼很重要 然後一些國際上面的趨勢跟一些文件的討論 那因為我在來以前我稍微看了一下CostCover的所有的一層軌跟題目 還有包含今天的東西 所以我發現我們今天在這一軌上面上下講了非常多FIRE的應用 FIRE的實作 FIRE的open source FIRE的server等等的東西 但是好像比較少提到說 FIRE這件事情在國際上面現在的趨勢跟方向 還有到底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除了他在醫療資訊裡面是一個共通標準 然後做交換然後做使用 然後很重要 但是為什麼重要 然後在開源人的角色 他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跟應該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跟應該要怎麼去看待這件事情 所以我會比較偏向這一塊的分享 那我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幾個學協會的秘書長 就是包含亞太醫學資訊學會跟台灣電子學會的秘書長 那我本身是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癌症研究所當博士後研究員 那主要做幾個台灣現在的project 像是早上有一些人有提到就是台灣電子病例交換中心的資料格式的定義跟標準的規範 那也有做台灣的醫院 醫院端的就是BIOBANK 生物資料庫的數據資訊平台的設計跟開發 那目前我們BIOBANK這邊大概跟台灣大概35家以上的醫院有在合作 然後收他們臨床的DATA 所以在資料標準跟資料使用跟資料清理這塊我們都 我都大概有一些策略 那從其實醫療資訊跟開發這件事情其實是最近幾年應該是說 大家都在談說國際合作、國際交換跟國際標準 那他們的一些起始點 通常大部分的故事都會從所謂的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來說 其他大概是17個不同面向的討論 那在醫療這一塊底下大概就是Target 3 就是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這一塊 他的主要概念其實是 當我們走到全世界來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些很不一樣的現象 是我們可能認為台灣 台灣的環境跟其他地方的環境其實我覺得相對是差蠻多 以醫療資訊 醫療來說 台灣的水平確實是相對非常的高 那很多事情 像是台灣的十大十嬰的第一位是癌症 但其實世界上的十大十嬰第一位大概是心血管疾病 那有些國家甚至是生育這件事情 所以 反過頭來去看這件事情 是把它拉到一個比較國際觀的角色來看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 台灣先相對走在前面 但很多東西也是過去20年下來 做2030年下來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 慢慢台灣看起來比領先國際 但是又無法跟國際做接軌 那早上提到非常多file的使用跟file系統 file的標準等等的東西 那 也有老師提到就是說 台灣的資訊系統很難到國際上去接軌跟使用 因為台灣有一個文明世界是台灣健保 所以台灣的所有的資料都是背上台灣的健保的資料格式 那它是一個完善的資料上傳跟申請跟驗證的機制 但也就閉鎖在台灣裡面 也就是說台灣的健保資料的格式跟資料的內容 跟台灣符合健保資料格式的系統到世界上其實是沒有辦法使用的 因為包含coding的內容包含格式資料跟使用的方法都是完全不一樣的邏輯在做設計 所以反過頭來就是說 現在開始在討論國際的醫療資訊標準跟所謂次世代的轉型之後 有沒有辦法讓台灣的一些廠商 然後台灣的一些資訊商 台灣的一些醫院的東西開始出口到國際 或者是跟國外的人做合作做交換 這件事情是這幾年開始逐漸有非常多的人在做engage的 那幾個法案就是從其實最近幾年比較多像是從SDG3開始之後 像是美國它的UNC下面推出了TECFA的法案 在這幾年之後開始去做發酵 那它其實它就是期望建立一個所謂的trusted exchange framework 跟它的common agreement 它的概念就是說它希望打造一個美國的一個安全的受信協議網絡 那在這個網絡底下它其實有點像是台灣的健保的VPN這樣的受信的網絡 但是它們是一個比較大家都可以加入的概念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受限於健保Single Pair制度底下的東西 那在它下面它又再做了一個叫做QIN 它叫做Qualified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 也就是說他們國家成立法案建立了這個協議 然後再打造這樣子的交換網絡跟架構之後 他們還去做了認證跟授權 那目前大概美國有六家廠商是有拿到這個QIN的認證 也就是說他們是國家認證的一個資料交換的機構 然後它在這個受信的網絡底下 那其實就回過頭來就是有點像是我們現在影像學會在推動的聯測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我們用一個公開的標準公開的架構 然後讓這些人得到我們certificate 然後證明它是在這樣收信網絡下面的資料結構是完整的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個就是醫療資金標準的重要性像是美國的HIMS 他就是他有提到就是所謂的information exchange 他其實他就是要去share跟access information 然後從不同的地方 然後讓個人讓機構讓單位他的資料都可以很通透的交換跟傳遞 那在這個前提底下有幾種不同的做法 像以往都是所謂我丟給你我告訴你我要丟什麼給你 然後你就去收那就是這樣但是所有的概念都會變成是點對點的設計 所以每一個開發跟設計上都會變得相對的非常的慢 所以才會回到說 呃美國開始推了所謂的tevca 然後他下面也把所謂的 呃file這個標準納到他們的官方的推薦標準裡面 那再來就是再回到上一層來看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就是 台灣走在很前面但是台灣也相對非常必說 那回到回過頭來大家都在看WHO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最近幾年丟了一堆所謂的innovation 呃digital health and innovation 的guidline 就是他希望讓大家去追隨嘛 那主要比較常見大概就是像smart的guidline 我等一下會稍微介紹一下他是在幹嘛的 然後稍微跟大家討論一下這件事情 那smart他其實是他所謂是一個 呃系統化的資料結構跟系統化的一個架構 那他包含到了資料標準交換信任機制跟點他都給一個大方向的guidline 他並不是一個完整的規範他就是一個所謂的guidline 讓全世界的各國去跟著他走那大家走的方向會一致 但可能還是會有所落差因為呃WHO是一個比較high level 他是在最上面那他要看的單位可能會有很有錢的國家 像美國錢灑下去就有人做也有像中國錢灑下去就有人做 那也有很窮的一些國家像什麼肥州地區 或者是新南向很多國家其實都相對都是 沒什麼太多的資金跟budget去做這些事情的 所以他們丟了一個大的法案方向之後 然後就讓人開始去做追隨跟跟從 那他的smart guide他大概是 他是取幾個字的頭的縮寫 他是standard based然後machine readable adaptive 然後requirement based跟testable 也就是說他標準化然後系統看得懂 然後可以好好的讀他那也好去做使用跟應用 然後也可以被request成 然後他也可以他也是有一些條件是可以放進去的 然後最後就是是每一個系統都是可以被測試 那他大概就是去提到說 當今天我們在開發醫療資訊系統或是digital health這整套的架構之後 他應該要是包含這些面向東西都等一下被討論到 那他有不同的level等一下後面會說明 那在這樣的結構底下他就是希望 呃有一致性的標準之後我們在做資料的交換或資料的使用都可以更快 那我們早上提到今天這一鬼提到非常多的所謂的file 他就是一個資料的架構 也就是說今天我不管你的系統是怎麼做 你的database用什麼東西你怎麼儲存怎麼交換怎麼使用沒有關係 但是你出來的只要是所謂file的格式 我就按照file的東西我就可以把它讀出來 所以我們的點到點之間的系統並不需要先做好溝通 我只需要知道你是file我是file 我就針對file去做設計就好 那file還有分不同的版本 所以就會有所謂的ig所謂的一些implementation guide的這些東西要來做參考 那等一下後面會有一些台灣現況跟國際的現況 他大概帶了幾個不同的階層 就是從WHO到各國的衛福部 然後到他們的開發商 廠商政府開發商等等的 然後再到他的照護的工作流程裡面 然後到最後的端點就是所謂的health service user 所以這個跟台灣的結構其實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是從衛福部下來嘛 那他會有一些廠商或是醫院的端點 他們會自己開發 然後再到使用的醫師或者護理師 然後他對病人接受照護這件事情 那在這個結構上台灣其實比較畸形的地方是在於說 所有事情會被這一段綁住 也就是今天會從 Ministry of Health這一塊 他去綁到所有的醫院跟單位 因為我們是以健保為主在做在做綁定 所以他會全部都被綁死在這一塊 只要上面的衛福部的東西一變 下面的全部都得跟著變 那如果上面不變下面也就都不會動 那反倒反過來看就是這些partner他中間 我們目前台灣partner跟partner交換人 其實就也會被綁死在健保底下 而不是綁死在醫療資訊服務下面底下 所以像他就說目前的guide line大概就是 沒有什麼太多的交換快速做整合的一些機制 或者是很好的去被practice的一個機制 那他也比較沒有所謂的 他會比較有一些所謂的scale 去從A系統轉型成B系統 或是升級成所謂的digital system 那以現況來說 台灣像這幾年的AI很紅 或者是這今年出現的CHERGPT等等的東西 其實在醫療端他們在implement的這件事情 就要額外去開發新的結構 或是新的API去做界界 這是以往的資訊系統並沒有掛載這些事情 所要面臨到的事情 那蠻多醫院走得很前面 他們會額外開立所謂的AI門診 或是一些AI的service 然後就是外掛模組上去 但是這些東西回過頭來就是 大量血汗的資訊室的人 或者是大量的額外的budget去堆出來的東西 那隔幾年如果再多了新的model 或是再多了新的request的方法 他又要再重新再做系統上的改版 而不是用單一的欄位就可以去做到這件事情 那所以大概有一些像現在的系統發展 大概就會是時間上會非常的開發會比較慢一點 那patient他們自己的assess也會比較難一點 那他的healthservice的服務可能會被中止 那再來就是他的影響的那個範疇 他其實相對是比 相對他現在在改版的當下 他能夠影響的範疇是相對是比較小 他的服務也是相對是比較小的 那這是smart的五個level的guide 從第一個就是一般的guide 就是告訴你說要怎麼設計怎麼做開發 第二個是digital他要去adaption的時候 他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就是machine readable 像我們剛才提到的國際化標準的資料結構 就是file 那有coding system 像是loink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coding的標準等等的 那第四層就是executable 他就是要可以在外掛 我剛才講的AI的模型 chadgpt的模型 一些決策資源系統 AI的應用等等 都會放在level4 那level5就是precision health model 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天收到資料預測 然後分析之後的這個model 可以再提供給病人一些更精準的建議 就會放在level5這一塊 那以台灣來說 目前大部分都做到level 其實應該是level5都做得到 但是在過程中是曲曲折折的 也就是說各個醫院各個單位 做各自的事情的情況底下 每一個人達到level5的樣子不太一樣 但是就會難以複製 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他們自己的樣子去 往後做跟往後發展 那這個是一些practice的應用 這是WHO他們在針對一個孕婦的一個系統 因為其實我剛好提到 全世界蠻多的國家 他們的出生的死亡率是相對是高非常多的 所以這個是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隱憂 所以他們就提到就是說 他們發了一個所謂的guidline 讓他們做參考 那也開發了一些digital的一些keys 讓他們做使用 那標準目前越來越多人 像剛才提到的 Uncle下面把file列為他們的國際標準 那國家的標準 那WHO也把它拿進去做一個參考 那台灣也已經 announced 未來要用file 那但是會不會達成 就要看台灣的醫院的造化 那再來就是他有一些reference software 就是手機的app 那開始正在做一些 prediction model 這是國際上在做的事情 那以台灣來說 台灣其實從2001年一路開始在發展 所謂的電子病例的交換的一些系統網絡 然後訂立了相關的標準跟規範跟使用 就剛才提到的 原本到了2010年開始做了 2000年 2009年2010年開始做了CDR2 沿用到現在 那它最大的問題就會出在於說 CDR2的格式標準定義完畢之後 每出一張單張醫院要重新做一次事情 把data重新撈出來做成特定的格式 然後A醫院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要再做去讀這件事情的東西 所以呢 每一次的單張都是一次的工 所以到最後就變成是說 以目前來說 法定交換要準備好大概是四個單張 但是也鮮少使用 也就是後來他們的資料 大部分以目前來說 醫院現在的資料 並不太會透過醫院間的 這個電子病例交換的機制去執行 他們是透過醫院跟衛福部或是健保署這邊 拿到的資料來做執行 那像是雲端藥力啦 或者是健康存在等等這些東西 去拿下來做執行跟做實用跟做分析 所以這是台灣的現況 那以台灣橫向來說 因為台灣衛福部是老大嘛 因為誰付錢誰最大 它下面有各司署各個地方的單位 然後各地方單位還要再互相去做資料的交換 我們舉例來說 今天假設他今天在診所收到一個傳染病的通報 他收到一個傳染病 特殊傳染病的一個事情 他必須要通報 他要先上傳到疾管署 疾管署要再上傳到衛福部 這是一個傳染病 那法定傳染病像COVID-19的時候 他們去年前年做了非常 大概兩三年前他們在做非常大量的事情是 真的COVID-19在緊急開新的coding 開新的格式 新的單張 新的交換東西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要跟著變 也就是說今天他們的標準是用衛福部的標準 所以他所有的衛福部定了新的標準 或是用新的結構之後 他如果不是一個夠完善的標準 所有人都得跟著動 然後都得跟著改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大醫院還好 他們可能有自己的資訊室 資訊人力 他只要去壓榨他 他就會生出來 反正就是現在的現況嘛 但是到了地方基層的診所 他們很多是跟外面買軟體的 那外面的軟體商就是說 那你要開這個service要十萬 二十萬三十萬等等的 所以變成是說這件事情 他們想自己做也沒辦法 因為全部人都被綁架 那綁架的結論就是 大家都會被牽著走 那自己他們跨機構間 其實現在也有蠻多的資料是他們 醫院上傳到健保署 健保署這道衛福部 然後醫院還要再上傳到國健署 國健署這道衛福部 但是兩個資料其實是一樣的 他們國健署跟健保署之間 自己互相不溝通 要叫醫院去上傳兩次三次四次 那對醫院來說 兩次三次四次 如果今天是統一用國 國際的醫療資訊標準 我也沒關係 因為我就做一個標準 我丟三個地方就好了嘛 以POSE來說非常簡單 打三個VPN的線出去 然後做不同的事情就好 但他們偏偏又不喜歡溝通 所以他們又會用不同的標準 去叫你做一樣的data出來 所以三個單章 他們就要做三次 三個字要做三次 所以才會有後來就說 那我們台灣也要開始採用國際的標準 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以往的一些架構 大概像是都是點對點的資料交換 他大概就會是 A系統跟B系統間自己去做溝通跟交換 然後去做資料的串接 那有一些醫院比較好 他可能中間會有個Engine Server 去做資料的串接跟交換 那以現在來說開始推動的就是 所謂的File Store Exchange 也就是說 所有Data都進到File的格式 或是File的Server之後 再出去 再往外出去做他的交換 跟借接會相對的快 那又有一些開始在做 所謂的Bus Stensing 就是他在做 用Middleware的方法去做 橫向的借接 然後下面再去串他所謂的 授權啦 註冊啦 標準啦 或是所謂的CDS 就是Clinical Decision Support 的這些模組 就剛才講的Level5的這一塊的一些 預測模型跟AI的東西 他就可以從 從這個中介層去掛上這些Service 然後去把它做出來 那這是目前台灣的法案 已經正式修訂了 大概就是可以讓電子便利上雲 然後五指化 然後也可以在雲段 處理電子便利的資料 那這個是DHP的一個架構 他大概就是希望把資料 醫療資訊系統整個去分層分級 然後去把它做出來 那衛福部也參考了這樣的結構 去設計出了台灣的一個 次世代數位平台的一個出行架構 那這個是已經Announce出來 然後從應該這個是 IT Home那邊的Release出來 那是龐處長的一個圖 那他基本上他就是希望 用Middle Platform的方法 去做數據中台跟IT的中台 去做上下的借接跟控管 那往下走就是所謂的Common Pass這一層 就是他有Database啦 他有一些資料交換的一些Service 所有東西都放在這個裡面 那再往下一層就是 就是IaaS的這一層 就是他的一些底層服務 跟底層架構放在這邊 那往上走就是 所有的醫療資訊系統都會透過 這樣子的中台去做串接 跟橫向的整合 也就是說回到我剛才講的 用這種Bus的方法 來做一個資料的交換跟介接 但他的host就是以衛福部為核心 然後去做這個串接 也就是說未來有交易日 如果這樣子的中台 這樣子的次世代平台 是有機會成型的話 所有的醫療院所 所有的單位只需要透過這個中台 去做介接 然後就他們的資料 自動會散到該道的地方去 那他的Data的結構 也是說要用File來做 但需要看後續的發展 跟後續的實作是如何 那他們有舉了一個IoT的Service去做 就是我們把數位平台 中台做在上面之後 中間會有Device Gateway 然後IoT的Device就可以上來 那舉例來說 像現在我自己也有在做 內政部消防署的 救急救難易戰通的計畫 那他的概念其實就是說 從消防端的資料 到醫院端的資料 會是串在一起的 也就是說當今天消防車出勤之後 所有的Service 他會把Data 上傳到我們所謂的 國家災訪中心 對 反正就是國家的 上次爆炸的那個單位 然後他資料會到那邊 然後再傳到醫院端 然後透過這樣的 中台Service的結構 去把它做串接 那這個就是台灣現在 其實蠻辛苦的一個地方 就是以這個平台來說 台灣所有的Service 他都目前他的對口 都是對到衛福部 或者是健保署這一塊 那他的標準就是 健保署剛才的格式 像剛才前面 早上的獎子有提到 健康傳承的格式 拉一排然後平行下來 然後全部的格式 都是他們自己訂出來的樣子 跟他們自己要的樣子 所以所有的廠商都沒有辦法 直接把他的系統賣到國外去 即便我們看起來很優秀 但是他們也沒有辦法賣出去 所以就會導致台灣的廠商的市場 就走台灣 然後就會變成是在島內互打 然後大家就在亂弄 對那所以他開始 他的第一階段要做數據中台 所以有提到就是 他開始先把資料的底層的 所謂的Resource 跟他的標準先訂出來 就是在File底下該怎麼做 所以我們也協助他們訂了所謂的TW Code IG 也就是在台灣假設一個病人 你應該要哪些基本資料 那這個病人的基本資料 應該是要放哪些Coding的標準 像是你的住址 什麼鄉鎮縣市啊 然後你的身份證的認證 可能有四種 有居留證 有護照號 有身份證 還有病例號這些東西 是可以放上來的 再來就是你的名字該怎麼擺 然後你的電話該怎麼擺 這些台灣既有的標準 跟台灣要的樣子 然後去做出他的基本的核心指引 那再下來就是他再往上一層 就是做到醫院的資料交換這一段的時候 他要該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開始今年去訂了六個單章 那在File的結構底下跟以往不一樣 我們剛好提到就是CDR2的結構 每一個單章都要刻一次 那如果是File 未來就是告訴他說 你要tracking出哪些data出來放在哪邊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也開始在做這些單章的資料 跟單章的內容 然後去讓醫院開始來做實測跟做交換 那舉例來說像國外 台灣的廠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舉例來像Oracle的Sener Sener他原本是Sener 是一個美國的電子兵力的公司 那他整間公司被Oracle買下來 今年剛好在做整病 那他們的系統也是在全美被非常多的機構跟診所做使用 那他們自己也說他們現在的資料是用OOS 然後他支援File的DSTU2跟R4的版本 還有41個resources是支援的 那他的結構其實我們跟他Oracle 就是Sener這邊原本的發展者來討論過 他們其實他們的原生底層也都不是所謂File的結構 他也是這一兩年開始做各式各樣的轉換器 像早上講的FARC或者是各式各樣微軟也有提供一些轉換器 去資料儲存的出來轉成File給人家 收回來再用File收回來 然後再放到我自己的電子兵器去 所以他也是中間做了一個Middleware去做轉換 所以這也是現在台灣醫院 或者是台灣的一些醫療資訊廠商可以開始做的事情 那像一個use case是 這個是一個美國的公司 他是KMS Connect 他就是專門在幫人家把外層的這邊的File 收進來之後然後做轉換 然後中間做做一個那個中控的平台 然後去提供給其他的App跟Service 也就是說像我自己現在最近在跟那個Oracle的台灣這邊合作 就是希望幫忙Sener做一個中控的平台 然後讓所有的人可以直接透過我們的平台去取得Sener資料 或是從把Data丟到Sener那一塊去 那他的基礎結構就會是用File的結構來做資料的傳遞跟交換 那當然早上有人提到就是所謂的authority 然後或者是Token這些集資都是會在不同的結構會被上上去的 那這是我們自己做的一個應用的概念 就是收了各式各樣的資料API 然後做了轉換 然後把資料做整合 然後再做傳送 那傳送完之後就會開始做 呃資料的呈現分析比對 然後就可以再來做後續的應用 也就是說當標準化資料建立完畢之後 就可以來做臨床決策工具 分析工具 個案的一些應用的相關東西 都可以在這邊把它做出來 那像舉例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健保申報的格式 那我們用一個健康保險的門診明細檔來做說明 所以以原本來說 他是一個扁平化的一個資料 他就是用tag的方法去對照出說 我們所謂的欄位是什麼東西 coding是什麼東西 然後告訴你說要上傳到健保署 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就怪怪的聽話 今天我要加一個欄位 你就去再去多一個欄位 但是按照現階段來說 如果用成file的話 他大概就可以分成幾個resource去做解決 所以當要做申報的時候 就從這邊去tracking bag把data撈出來 然後直接做成file格式 其實相對就會非常的快 所以呢 我們自己就在國務院底下 就做了用健保申報的資料 去把它做成file格式 然後來做一個所謂國際資料的交換 也就是說 我們國務院的biobank的平台 從醫院收到的資料 未來這些資料是可以變成 所謂file結構去跟國際上的資料庫 或是資料來合作做分析跟來做使用的 所以大概我們這幾年就做了一些對照 然後把這些資料把它畫出來 然後告訴人家說 像是這個是一些健保的負擔的點數等等 要放在哪些地方 他是用coverage的resource去把它做 去把資料放在那邊 那做了一些composition 去把它整個串連在一起 然後讓一些user或者是國外的人 可以來做參考來做使用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像是出現病災的單章 這是剛才講的CDR2的格式 他有分了15個section 然後去做了非常多的東西在裡面 那他很好的地方是 他有放了所謂的lowing code在後面 但是其實醫院內部並不一定有使用他 就是出來的時候再把它殼死進去 所以在這樣的結構底下 你看他的格式就是一個 一連串的一個標準 所以假設他今天住院的基本資料 他要再多一個格子 他就會再新增一個格子 然後把它丟上來 所以在這樣的結構底下 醫院就必須要重複的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重新的去弄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其實在醫院的指定的欄位 他都已經有資料在那個地方 他其實要做交換跟做使用就非常的快 那所以我們也針對這件事情 也協助去做轉換 像是把病人基本資料 他原本的右邊是長這樣 他用一堆的tag跟一堆的東西 去把它標準在這裡面 那開始去參考台灣的TW code IG 就是他有定義說我們的identifier 有什麼護照號身份證號病例號 居留證號這些東西 去把它對照出來 然後告訴人家說 那如果今天是用TW code IG的file格式來做 我們這邊應該要變成是怎麼樣的file的結構 然後來做交換 也就是說希望未來當醫院的file的 的server或是他們的資料已經get ready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交換 跟來做使用 那像是癌症級別 這個也是他原本的方法是用這種paragraph的方法 去把它放進去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的資料格式是只有台灣人看得懂 那國外或是把這些資料丟出去的時候 就不會有人看得懂 即便他拿到lowinc code 是屬於22037-6這件事情 他也不知道他是所謂的第二期 因為他是用中文字來算的 那第一階段就是先幫他把它做成所謂的data放進去 那第二階段就開始要去把所謂的第二期做成coding的正常的coding 那可能是用所謂的國際的癌症分析表的那種資料去把它放進去 然後把它放來做一個說明這樣子 好以上是今天的 時間差不多在 超準 好謝謝大家 有問題可以寄email或者是在QA上面問 謝謝